我認為有邏輯的漏洞 就是我們在聊的是八九亂象 但TWIS我認為不是八九 是更高智商的犯罪 這種人要犯罪其實比八九更可怕 XX 我這個人就是零智商犯罪 我只要犯什麼法 通通都被抓出來了阿姨 我XX也被抓到 也沒賺到錢 還賠了一千多萬 我是零智商犯罪 你不要把我講得這麼高 很多人說我只敢嗆鳳梨 卻不敢說TWIS 是不是害怕TWIS有很多粉絲 這個我可能沒有粉絲 OK沒有粉絲 我一個粉絲都沒有 吃瓜的 不是阿 你們這樣看鳳梨叔叔沒有你 鳳梨叔叔沒有粉絲你 其實講過TWIS很多次 只是姐在說 你們都沒有在聽 乖一點好嗎 TWIS就是一個爛人 但自己都說是爛人了 擺明我就爛 放大絕 還能怎麼樣 我們也只能說對 你就爛 但是TWIS憑什麼直播 那麼多人在看 因為他就真的是邏輯愧才 邏輯 呃 整密正確 完全沒有漏洞可抓 就說 英雄聯盟能打到冠軍 已經不是搶 是神 電競能打到世界前幾名 腦子 一定聰明到爆 而且還要非常的冷靜 TWIS是個爛人是一回事 真的把館長壓在地上摩擦 又是另外一回事 一馬 歸一馬 那我是法師 我做馬 我法球超快 不用等冷卻時間 我是在聊的是八九現象 但TWIS我不認為是八九 是更高智商的犯罪 這種人犯罪其實比八九更可怕 呃首先呢 呃阿姨的邏輯其實也不太好 雖然阿姨呢可能喜翻我 我聽說你這個好像是法律系的 我們可以有空深度交流一下 前面有一部分吹捧呢 我們無視 有一部分的謾罵呢 我們也無視 光就這個文章 我認為有邏輯的漏洞 啊就是我們在聊的是八九亂象 但TWIS我認為不是八九 是更高智商的犯罪 這種人犯罪其實比八九更可怕 我這個人 就是零智商犯罪 我只要犯什麼法 通通都被抓出來了阿姨 我XX也被抓到 也沒賺到錢 還賠了一千多萬 蛤 什麼XX 我也被抓了也被關了 現在還在等判刑 我怎麼會比八九更可怕呢阿姨 我是零智商犯罪 你不要把我講得這麼高 你講成這樣呢 我就想要幫鳳梨說幾句了 對不對 我就想要看看你到底在罵鳳梨什麼了 我就想要站邊鳳梨了 你這個話毫無邏輯可言 毫無根據可言 我怎麼會是一個聰明的犯罪者呢 我在犯罪的時候 簡直毫無智商可言 要是我邏輯這麼緊密 都不會被抓到 我有這麼聰明 哪有可能被抓到 對嗎 其實阿姨做自媒體也是水平不錯的啦 她知道什麼是流量坐標 所以她把我搶行的拉進這個戰場了 我好想要去搶行的 那我就不會做我 我好想要去搶行 可惜我的報告 那我不要沒有 可惜我的工作 我就是想要去搶行 我看過了 udsman